十年一百五十年 第一期到第六期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战胜的圣索赞美他 在大些能力的崇散赞美他 要利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当着他几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叫声赞美他 五色弹琴赞美他 几步跳舞赞美他 用四旋的乐器和小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声的爬赞美他 用高声的爬赞美他 但有西西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看见神明啊 在每个微笑 在每个拥抱 在每个心跳 我们真正的爱 欢迎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第三届的iConnect 这次的iConnect是在这个JB Majodi Center进行的 我是明伟 今天我们要介绍iConnect里面的workshop 包括有五种 包括有这个media music 创意步道 eMentor 还有一个是贵纳式查经 而我们这次的任务呢 就是要查考来研究到底什么是这个music team 什么是这个查经 贵纳式查经 走我们带你去 哈啰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有讲过 我们要来这边是有一个目的的 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 深入的了解 到底music team是什么 现在我就要带你们闯进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 就是他们在讨论过程当中 都会利用的那个时间 那个地点 他们在筹备 他们在选歌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去 进那个房间 就是在这里了 但是大家要小心大家的脚步 因为要慢慢轻轻的安静的 但是大家要小心大家的脚步 就是这样 我们直接放直足 是由iPhone唱的啊 约定暂时就放出钱 因为一定的话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可以这样做那个 那个cut and face mix 蜘蛛可以mix ok 直接蜘蛛就放iPhone看 再接上来啊 就是珊瑚还没有唱到 有 在看火热了 在看火热了 很好你放你去的节 你把 想你使用我一生 挑战就是每个人的习惯已经很自然了 所以要在这个礼拜以内把那些坏习惯改掉 所以是蛮大的困难 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很好 其实这次面对的问题是 有一系列的那些的曲目 然后我们是比较难去记那些的歌词 所以需要去不断的去听 不断的去找那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再去慢慢的诉说整个的故事把它背起来 学习到的东西就是以一个受教的心去学习 因为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 然后会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彼此能够交换 我们会的东西就教其他人 然后别人会什么就教我们这样 期待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才华 恩赐来透过我们的声音 或者是我们谈的东西来辅助他 就是看到更多人能够因此配足 然后也会给这些心情 谁要说爱你的恩典才华 谁要听说爱你的恩典才华 谁要听说爱你的恩典才华 谁要爱你的恩典才华 其实学习到的是很多啊 就是一些唱歌的技巧啊 还有怎么样学习谦卑的去 去学习怎么样把一首歌唱得更好 然后就会学问老师 哎毛病到底在哪里 我要怎么样去唱 所以我才会唱得更加的更加的好 我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可以再读一次 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读 然后菲利文也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菲利文也是书系也是言论的 是保罗跟菲利文讲话的言论 当然可能 你只要其实refer为英文圣经 会比较容易 你那个英文圣经找Past 10 Present 10 然后那种2啊 5啊 和IH啊 2% 第8节有讲到一个主要的 你要去 去哪里 然后你要说 然后第8节就说 不要 其实菲利文是擦经 就是我们普通的擦经法 只是透过 瑞纳士查经是透过观察解释和应用 观察就是广泛的观察 一些客观的事实经文里面 然后解释呢 就是拿一些可以解释的一些问题 然后去解释那经文 最后应用 应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从比较客观的观察到最后主观的应用 这个叫瑞纳士查经 我的期待就是他们对读圣经会有兴趣 然后能够开始自己有一些plan 然后以后能够独立的研经 我也给他们不只叫瑞纳士查经 我也叫不同的文体 要怎么去看 然后也叫给他们一些resource 其实我很期待在大家一起学习 我也不是知道的很多 但是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大家 至少给大家一些方向 由此可见 不管是music team或者是IBS 我们都可以透过他们 能够更深入的了解 还有认识我们伟大的上帝 我们在这里也是要谢谢他们 愿意抽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们 我觉得你们 一定有事为 các bạn 就是我的生命 和人 或者是我的生命 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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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那遇见 第二阶段 一天 有事